接著帶你來看到 花蓮市中原路一處兩層樓的民宅 9月16號凌晨3點左右 遭到一名陌生男子來闖入 偷走將近2萬元的現金 而屋主一早醒來才驚覺召妾 報警的同時調閱監視器發現 妾顯除了在客廳翻箱倒櫃 甚至還跑到有人睡覺的房間行妾 畫面讓人看得膽戰心驚 所信警方立即鎖定目標 順利的逮人移送法辦 凌晨時分一名男子 捏手捏腳潛入住宅翻箱倒櫃 連抽屜最深處都不放過 他大膽打開客廳大燈 不到20分鐘的時間得手近2萬元 再從大門逃之夭夭 這起竊道案發生在花蓮市中原路的 一處二樓民宅 9月26號凌晨3點 在房間熟睡的屋主 全然不知家裡早已禁了賊 直到天亮才驚覺門窗破損 一萬九千元現金也不翼而非 本來應該有紗窗有沒有 然後他全部給他割開 現場可以看到屋主裝的是 舊式的紗門鋁窗 外層是紗門 裡面則是玻璃門 原本可以防賊 但當晚為了通風 只把紗門關上 被竊賊逮住機會 割破行竊 經過深入調查 警方發現這名45歲的戴姓男子 住在吉安鄉 6號馬上到他的住所逮人 鮮犯毫無防備光著上身露出刺青 似乎完全沒意識到自己早就被警方盯上 桌上散落 安非他命殘渣和吸食器 來不及藏起來 他坦誠偷來的一萬九千元 早已揮霍已空 住了十多年的家 沒想到在這天被小偷闖入屋主驚魂未定 恐怕再也不敢掉以清新 這周常遺失的情況 報道